文章来源凤凰网 最近一个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美国人费拉男Tly Farina在北京寻找无家可归者 他乘坐地铁在每站下车查看所有可疑的地方 包括公园地铁桥梁隧道等并以图文的形式 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所见所闻 眼见为实以下叙述为第一人称 最近有一些关于北京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讨论 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很少 我试图以个人能力所能及的最系统的方式寻找一些证据 如果中国的制度与美国的制度真的相似 那么作为一座拥有2000万家人口的特大城市 北京露宿街头的问题应该比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不足100万人口等小得多的城市要严重得多 此外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财政资源的发达高收入国家 美国应该具有独特的优势 来解决或至少缓解其城市无家可归问题 中国可能处于劣势 因为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美国 然而按比例计算 使用网上唯一可获得的北京无家可归者 估计数字之一 引用2019年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 波特兰的问题大于要严重100倍 经济学人声称 北京市中心有几百名无家可归者 我不会在这里质疑经济学人的可靠性通常令人怀疑 我只是想看看到2024年 这几百名是否还能找到 我当然不是最有资格到实地做这件事的人 但是作为波特兰人 我确实知道要注意什么 可以比较两次经历 并且可能对事情的进展提供一个有用的看法 于是我花了几天时间 尽可能系统地探索北京市中心 试图找到在公共场所睡觉 住在帐篷或车里 或其他明显穷困潦倒的人 这些在波特兰都很常见 在东区每隔几个街区就能看到他们 我相信 如果我想在中国寻找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批评者会说我找错了地方 我毫不怀疑他们是对的 但经济学人说 北京市中心 东城区 我主要搜索的地方是最中心的地方 东城区不算是真正的市中心 但在波特兰 你会发现在最中心和市中心的区域 都有无家可归的迹象 例如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附近 以及周边街区 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北京地铁二号线是环线 经过东城和西城 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坐地铁绕一圈 每站下车 然后步行探索 直到找到一些小鸡小巷 也就是最理想的城市露营地 你能想象 这种模式经常会带我到达 或穿过二环路 如果北波特兰的爱 无走廊可以作为参考的话 二环路的边缘 也可能是潜在的露营地 例如 如果这片绿地位于波特兰 可能会容纳不少顶帐篷 但如果位于北京 就不一定了 我还穿过了不少胡同 胡同里有许多空隙 角落 凤隙等 在波特兰 你经常可以看到 人们在这种地方睡觉 白天睡 晚上也有人睡 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这样 有人露宿的胡同 东城区的人行道相当宽敞 这里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搭帐篷 在波特兰 你经常会在这样的地方看到帐篷 或者放几块巨石 以防止人们露营 要么是那些残忍的人 或是当地组织 事实上 这里明显缺乏 反无家可规则建筑 我没有发现任何巨石 行人互助等 不过 可工作的地方很常见 许多人行道 在可工作的绿地周围 设有隔板 真正让人感动的是 人行隧道 波特兰有一条人行隧道 最近因有人住在里面 而在右翼媒体上疯传 我就不发布任何相关照片了 这可能是波特兰 唯一一条这样的隧道 反正我在这里 没见过多少这样的隧道 但我在东城区确实见过 几乎每个主要路口都有隧道 他们通常长这样 总而言之 我作为一名行人 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北京市中心 没有找到任何无家可规者 不过 我确实发现了很多公共卫生界 对于许多 可能是大多数无家可规的波特兰人来说 找厕所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问题 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公共卫生间 而且许多公共卫生间都长期关闭或无法使用 我不会说 北京没有现代或发展中城市存在的许多问题 例如 它的可达性不是最好的 It's not the best on accessibility 那些隧道和许多地铁站只有步行踢 其中63%的人无处其身 不仅无家可规的人数大幅增加 入宿街头的人数也在增加 我猜有人会这样回复 中国没有无家可规现象 只是因为下化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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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监视等等 有些人无法接受空白处 可能被填上他们为穷人提供住房的想法 当然 美国无家可规者人数庞大且不断增加 只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我确信这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要指出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依靠统计数据 而不是个别意识 北京只是一个城市而已 我根本就无法彻底探索完它 所以 我不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中国无家可规者的情况 做出任何断言 但我还要说 关于无家可规者 举正责任在那些声称无家可规者存在 或情况严重的人 也就是经济学人身上 我当然不能肯定地说 北京就没有无家可规的人 只是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无家可规者 我要说的是 很明显 像波特兰这样的美国城市 才是真正的悲剧 我实在无法形容波特兰到底有多悲惨 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位波特兰人 我们城市什么地方 是允许无家可规者居住的 波特兰警方的铁蹄多久会降临 将他们扫除干净 为什么尽管铁蹄会光临 总有证据表明 无家可规者就是不走